爱情是让人奋不顾身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在爱情中是不计较付出的 有时候一方比较强势 但这也会让另一方感到压力 在一次节目中就上来了一对这样的情侣 他们正在读大学 即将要毕业了 小火球对女孩提出了分手 难道毕业季真的就是分手期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对情侣原本的感情非常好 但是他们的家庭条件 相差很大 女孩是一位白富美 但男孩却是一个农村小火 所以两人的感情也受到了女孩父母的阻挠 女孩的父母甚至说 小火一直都在吃女孩的喝女孩的 这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所以小火表示自己现在还没有好的工作 所以要和女孩分手 但是女孩表示男友没有工作没关系 自己爸爸可以帮男生找 做起家里也是有车友方的 完全不用男生操心 只希望男孩不要和自己分手 图磊听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就发现 其实这是男生的自卑心理作祟 大家觉得如果是你们会如何选择呢 好了 节目后期 大家一起玩个小儿戏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 但人不觉得他怪呢 答案写在评论区